好,我們就來講板塊構造學說 板塊構造學說的基本概念就是 硬硬的岩石圈浮在軟軟的軟油圈上面 有一個不好的比喻叫做船浮在水上面 為什麼這個比喻不好? 因為我跟妳講過軟油圈是不是水? 不是,但是這樣講解會比較容易理解一些事 所以我們就說像船浮在水上面一樣 那麼我們講過岩石圈的範圍在哪裡? 地殼跟上部地寒的一小部分 地殼跟上部地寒的一小部分 厚度大約100公里,太厚度大約100公里 等岩石圈的範圍 岩石圈的下面叫軟油圈 融融狀態性質向益晶,具有流動器 康圈板是寫100到300,厚200 藍板是寫100到250,差不多 所以它也是在上部地寒 也就是說上部地寒的最上面叫做岩石圈 下面有一點叫做軟油圈 所以硬硬的岩石圈浮在軟軟的軟油圈上面 我們前面看過影片給你介紹軟油圈的狀況,對不對? 好,了解一下 OK,叫做板塊動作學說 硬硬的岩石圈,軟軟的軟油圈 那麼這就是圖 左邊的左下角這個圓圈圈 就是講以前的分法 有所謂的地殼、地寒、地殼 然後拉開來放大就要講板塊動作學說 最上面的深灰色就是地殼 下面的淺灰色就是上部地寒的一小部分 兩個合起來叫做岩石圈 接下來的橘色部分就叫做軟油圈 對,岩石圈跟軟油圈 然後岩石圈的一部分跟軟油圈 都在所謂的上部地寒 就是一個畫法 換一個畫法也一樣 好,我們要說有地殼、地寒、地核 然後最外層的那個深咖啡色跟比較淺咖啡色 那個淺咖啡色就是所謂的上部地寒的一小部分 深咖啡跟淺咖啡加起來就叫做岩石圈 然後再來有一塊看起來比較紅的就叫做軟油圈 這個圖的比例當然完全不對 因為軟油圈比一圈來的厚嘛 沒有照比例化,你可以看一下這個說法 告訴你它的狀況、它的範圍讓你能夠理解 一個岩石圈浮在軟軟的軟油圈上面 那麼這個岩石圈列成很多塊 每一塊叫做一個板塊 全球有七大板塊跟若干的小板塊 這邊寫七大板塊 事實上我們國中在意的大概只有兩大一小 然後我告訴你,七大板塊跟若干的小板塊 其中裡面最大這一塊叫做太平洋板塊 幾乎沒有人考過這件事情 幾乎沒有人考過問過說哪一個板塊最大 太平洋板塊最大 通常板塊上面是西樓陸地又有海洋 西樓陸海洋 它如果只有海洋的話 就把它稱之為海板塊 就是海板塊 就是我們基本上這樣講 但是命名上其實不太有點怪怪的 所以就不管它了,OK? 好,就是板塊上面通常有陸地有海洋 只有海洋就要海板塊 所以大概要做太平洋板塊 像這樣子 這裡有七大板塊 我女兒念小學的時候 就寫過這七大板塊的名字 有寫過去了 那個小學要你寫 國中基本上講過我們只看兩大一小 最右邊兩大哪兩大 歐雅跟陰奧 一小哪一小 菲律賓還蠻快 我們大概國中只看中這個 兩大一小歐雅、陰奧跟菲律賓還蠻快 這比較重要,重要 OK,這就是板塊 這就是我跟各位的模型幫各位講解 什麼叫做板塊構造學說 就是脆皮巧克力雪糕甜口 來,上面有一層陰陰的巧克力 底下有一層軟軟的冰淇淋 現在就是餅乾 握手握了餅乾的部分 然後呢,陰陰的巧克力就叫做 岩石圈 軟軟的冰淇淋就叫做軟油圈 不一樣地方是冰淇淋是冷的 軟油圈是熱的 底下打叉叉是因為 板塊構造學說 只管岩石圈跟 軟油圈,其他都都 不管,所以打叉叉不滾搭 然後呢,你買來的雪糕甜口的那塊巧克力 通常不會一整塊會列成很多塊 每一塊叫做一個反塊 所以學測跑過這一題 反塊就是原石圈,原石圈就是反塊 這個範圍叫做原石圈 這個範圍的東西列成很多塊 每一塊都叫做一個反塊 OK 所以反塊的原石圈就是反塊 叫做脆皮巧克力血糕模型 幫助你能夠理解 啥叫做反塊構造學說 然後這一頁的文字是你回家要自己做的事情 做什麼 請用 請用 反塊構造學說 解釋大陸漂移 解釋海底擴張 等一個有圖 等一下有圖 這裡有地寒熱對流往上冒 噢噴出來 長出了新的海洋地殼 對流的時候水是往上冒再分兩邊 船浮在水上面 水在動 船就一起動 所以當你的地寒對流向兩邊分開的時候 就會帶動上面的反塊也向兩邊 分開 啊 原來不是所謂的新地殼 把老地殼推開 所以你的地寒熱對流上去就是向兩邊分開 所以帶動老地殼就向兩邊分 冒出來分兩邊 冒出來分兩邊 帶帶帶 帶到地寒對流下降下去 就拉回地寒 以莫消失 要原來形成海溝 所以新地殼在中央幾深層 老地殼在海溝處消失 這個叫做海底擴張 然後呢 剛才講說 水在動 船在一起動 所以底下地寒在熱對流 就帶動上面的反塊 一直圈跟一起動 反塊上面通常既有陸地又有海洋 所以當反塊再動就表示陸地再動 陸地那叫做什麼 大陸漂移 就解釋了大陸漂移 解決了韋格納的問題 韋格納的問題 叫做不知道動力來源 對不對 現在我知道為什麼它會漂流 因為地寒熱對流 因為地寒熱對流 所以大陸會漂移 就是這張圖 這張圖呢 中間有所謂的地寒熱對流往上冒 往上冒 然後就會形成新的海洋地殼 對流向兩邊分開 所以板塊 連接就向兩邊分開 這樣叫做 掌心的推兩邊 掌心的推兩邊 推到地寒對流下降 拉回去 老地殼就消失不見 老地殼就消失不見 這就是海底擴張學說 然後呢 船在底下的水在動 上面的水就跟著動 所以這裡的地寒在熱對流 就帶動這個板塊就跟著動 板塊動就是陸地在動 這叫做大陸飄移 所以它解釋了什麼叫做大陸飄移 所以我剛剛跟你講 這一頁的文字就是你回家自己做的事情 做什麼事 就配合這張圖 請用 請用 板塊構造學說 解釋大陸飄移 解釋海底破章 OK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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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